哈喽同学们今天呢叫大家画一只白头翁 白头翁在刻画的时候 因一起顶部这个地方有一撮白毛 顾名白头翁 刻画白头翁的时候 可以从它的头部开始刻画起嘴巴 一定要注意它的虚实变化 而且在刻画背部这个颜色的时候 要和它末端的飞语 能够形成一个很好的呼应关系 这样的话它整体的结构也能更加的准确 刻画另一只的时候也是如此 注意你比上墨色的一个变化 千万不可太过于一样 爪子的话直接用猪标刻画就可以了 是不是很简单 关注我带你走进国画的世界